中国是五个核武器国家当中 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这一政策在减少核风险 防止核战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受到广大无核武器国家的 特别认可和欢迎 中方希望五合国 能在发表防止核战争联合声明的基础上 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 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 承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并就此谈判缔结国际法律文书 中方愿继续为此积极努力 国际社会期待五合国联合声明 对美国核台式审议结果产生积极影响 希望美方倾听国内外的呼声 切实降低核武器 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在战略力量建设和步行 保持克制 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同时也希望美国的有关盟友 能够顺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积极支持而不是百般阻挠 美国采取上复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